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真的要懂得人究竟为什么活着,为何而来。 今天台长想跟大家谈一点关于境界。 曾经有一位听众问台长,什么叫境界? 一个人的境界为何物? 因为境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那么这个境界到底存在于何方,又从何而来呢? 实际上境界从基础在人来讲,它就是一种教育。 当这个人数的教育比较多的时候,它的境界就会高。 那比方说我们从小受爸爸妈妈的教育, 爸爸妈妈对我们说,孩子啊,这个不能动, 你这个不能去做,你那个不能去摸, 你过马路要当心,害人的事情不要去做。 那么这样呢,你从小就听进去了。 等到你长大的时候呢,你就一直沿着这条路在走。 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让人家看得起你的境界。 为什么很多人拿着人家的东西就吃, 放在那儿,没人拿的东西他就偷? 这为什么就是让人家看得起你的境界? 这就是个境界的问题。 我们今天学佛, 为什么不学佛的人,他经常会跟人家吵架? 而学佛的人呢,他冷漫,清晰, 他不是随随便便跟人家吵架的人, 他总是说自己不对,说人家是对的。 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境界的问题。 所以呢,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学佛,学的就是一个境界。 为什么他是菩萨? 他的行为是菩萨, 而你的行为就不成为菩萨, 因为他的境界比你高。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跟人家斤斤计较呢? 那因为他的境界比你高。 台长曾经跟大家说过, 这个教授跟一个孩子去买菜, 那些卖菜的人跟这个教授很凶, 态度很不好, 买不买啊, 有钱没钱啊, 不要挑了, 要买了就买, 不要买了就走了。 好了, 这种态度, 他的孩子就弄不懂了。 为什么, 我父亲是个教授, 孩子, 问父亲, 你为什么不跟他论理啊? 他能对你这么凶? 父亲说, 正因为他是卖菜的。 我是一个教授, 我是学过有文化的人, 有修养的人, 我不能跟人家斤斤计较。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人间常理, 也就是说, 要学会懂得做人。 一个人有理不在身高, 也就是说, 你有道理的人, 你声音不一定要响, 你声音响了, 你骂人了, 你也不一定有道理。 佛的境界, 就是说, 从内心, 内涵, 你所学过, 你所走过的一些路程。 有些人一辈子没有多少人话, 但是他的境界很高, 为什么? 因为他知书达理, 因为他爸爸妈妈给他很多的教育, 因为他学过了佛理。 学习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环境, 而是指某一项适合你修为的东西。 所以我们, 凡是念佛的人, 要有境界。 财长跟上次跟大家讲过, 我们做人要懂得运动, 不要被他摆脱, 变成命运了。 命运是你无法摆脱的东西, 而学佛的人就可以运命, 把你自己的命运作起来。 那么, 念经念佛必须自诚自切, 也就是说, 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有真切心, 因为境界里面也包括着自成恳切的心, 要有境界的人, 他的心才会恳切。 就是犹如一个人想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一种方法是随随便便, 他本身在帮助人家当中, 他也为民无利的。 还有一种是自诚恳切。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有真正高尚的境界, 要一心正念, 要自诚恳切。 绝不要妄想。 所以学佛的人不要有妄想心, 因为妄想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 什么叫妄想? 妄就是你明明做不到的事情, 你去想念它, 你去妄想能够得到它。 所以学佛的人很多人说, 啊,我想能看见佛萨, 我能看见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 实际上这也是修心学佛人的纪委之一。 千万不要去想到我要见佛, 见到我所得到的境界。 实际上人的心啊, 该你看得到, 你就看得到, 该你得得到, 就得得到。 不该你的, 你不要去追求, 否则你的心, 就很难放得正。 所以学佛, 学真正的境界, 要一心正念。 要心若归一, 心, 始终, 一样。 若就是若有若无, 心若就是始终的意思, 心若归一就是若始终, 就是一样的。 见佛, 见境界。 因为你想见佛, 你想见到一些境界, 但是你没有见到之后, 你就会生, 梦想心。 台长见过一个小朋友, 一心想学台长, 也开天眼。 他呢, 就从网上呢, 去追求这些东西, 结果呢, 灵界的东西就上了他的身了, 天天跟他讲话, 他痛苦不堪, 他是人是鬼,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学佛的人, 如果你想见佛, 见境界, 皆不至, 望生欢喜。 所以, 不要去见境界。 因为你见不到, 你就望生欢喜了, 你这个欢喜心就白白的浪费了。 所以呢, 要足自得少为足啊, 我们必须 以少为满足, 我得到的东西越少, 越能够满足自己。 试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你什么都明白了, 你的烦恼就越来越多,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的烦恼越来越少。 好, 就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得到的少, 我们反而知足常乐。 吃饭都是这样, 医生叫我们, 常吃七分饱。 如果你天天吃得足足的饱, 你的身体一定会不好。 所以, 什么东西在人间, 要少为足啊? 以少为足, 就是以少量的, 就自己能够感到满足了, 那么你就不会有养成一种退堕心, 就是退让, 往后倒退和懒惰的心。 所以, 我们不准备, 佛也在啊, 我们不去借境界, 这个境界也在啊, 这样的话, 我们不去追求这些东西, 我们心中好像就没有亏欠了。 当你去追求, 你就有亏欠了。 思想一下, 难道不是吗? 你不去见佛菩萨, 你心中很坦荡, 天天念经, 念佛, 你知道菩萨在。 当你想见佛菩萨, 而你没有见到的时候, 你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当你想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没有见到, 你做梦没做到莲花, 也没有用意念到过西方极乐世界, 你天天想看到, 但是你没有看到, 你心中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所以学佛修心, 要不要去见境界, 不要去见, 要少为主, 要坚持, 一心正念, 自诚恳切, 心罗归一啊。 心罗归一啊。 也就是说, 你的心如果没有一致, 今天想做这个, 明天想做那个, 就急急忙忙的, 想见菩萨, 想见境界。 今天, 我念了几遍经, 我能梦见菩萨吗? 今天, 我刚刚拜佛了, 我就想看到天界, 我想看见一些明界的事情。 想想吧, 所以, 你所看到的, 可能就是, 魔的境界。 当一个人不能看到真正境界的时候, 他的魔境一定会出现。 是个简单例子, 一个人, 想用正当的方法赚钱, 因为他真的需要钱, 他拼命地用正当的方法去赚钱, 但是当他赚不到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我是不是用其他的方法, 也可以发财赚钱呢? 当他觉得, 这个是一条方法的时候, 是一条路的时候, 实际上, 他的心, 就被魔, 压住了。 所以他就会用其他的方法, 那种犯罪的方法去赚钱, 这个就是正和魔的境界。 所以, 要知道, 境界不是求来的, 是自然随缘得来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句话, 公道自然成嘛, 你公没道, 你怎么能成就你的事业呢? 你怎么能成就你的佛业呢? 如果就是你真正的得到了佛的境界, 你以你的心去忘生关系, 就是你看见了菩萨的境界, 你今天看见了关心菩萨, 你今天看见了西方境界, 但是你的心会忘生欢喜, 因为这种欢喜, 也是有害与你修心的。 所以, 忘生欢喜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受损。 受到什么损害呢? 我能称之为生欢喜, 退泰度之心啊, 因为当你看到菩萨了, 你以为菩萨天天在关心着你, 看着你呢? 那个时候, 你一抬心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啦, 觉得自己比人家修得好了, 你就忘生欢喜, 退堕之心 也就是你这个欢喜心来了之后 你的学业 你的佛业就往后退了 你的心就会有懒惰之心生出了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受益 所以我们经常很多听众说 卢太长你看看我的家里的佛台 菩萨来过没有 但是太长请大家 可以看 如果知道菩萨来过了 要更深欢喜心 然后更深惭愧心啊 因为我刚刚念了几天的经 菩萨就能关心我了 因为我刚刚做了几天的好事 菩萨就到我家来了 因为我刚刚的念了几天经 菩萨就来关心帮助我了 我很惭愧了 我要好好的更好的念经 修心 所以当以自成念头为事 什么叫当以自成念头 也就是说 你看见了 你更应该自成自心 好好地念经啊 把它当成一回事 不要去想 哎呀 菩萨来过了 已经在关心我了 那你就退断了 你懒惰了 你退了 这样的话 菩萨就下次不来 菩萨为之啊 听优优优独播剧场上升 因为你心中来想着 我今天念经菩萨会来吗 那你就会心疼杂念 如果菩萨不来 因为有其他的人物 他觉得你很喜欢见到佛 他就可以装成佛的样子来看你 然后接受你的供养 这个时候有魔来了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见到真正的佛呢 你怎么能见到真正的境界呢 所以当你用正念念经的时候 如果突然之间有佛像 或者很多诸天菩萨出现 你也要心存正念 你要存一生感恩心 台长在1616号的法会上 看到了这么多的罗汉菩萨都来了 结果就由我们的听众 看见全是光头 他不知道罗汉菩萨 他说周围都是个菩萨 很多都是没有头发的 实际上这就是菩萨 但是现在你看见了 你也要心存正念 物生取卓呀 之所见之相 乃为心所现 也就是说 就算你看见了菩萨 看见了周天 活佛 你也不要着相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所看到的所有的相 是你心中看见的 是唯心出现的 虽然现在看起来 立立明明显现 是非快然一物啊 我就是说 明明你看见的东西 实际上也是 是非所难啊 因为就是你心禁锢 因为你的心很干净 所以你才能 映造出在超自然界的 暗默制的形象 所以我们要更加 专一的提醒 认真的学佛 我们能够如此就般 好好地念经 所以我们呢 不要说 学进现有利益 啊 所以连魔葬 你都会对你有利益 那么这句话 很多听众也听不懂啊 为什么 我学佛境 是有利益的 为什么 如果魔 学佛境 也会对你有利益呢 对了 要记住 当你克服了魔葬 你的道心 更坚定 你的佛心 更坚强 你的意志 你的 持佛的念头 就更正了 所以摩 所以摩考 并不是件坏事 坏在你没有被考过 所以摩 所以摩 现行 你的心 我就不取着 我以我的心静心 不取着 也就是说 虽然摩 让我烦心 比方说 病摩 让我烦心 烦恼摩 让我烦心 我不理你 因为我的心很清静 所以呢 摩无所扰啊 连摩都没办法来干扰你啊 所以你的心意就清静了 你的道业就自己会进步了 所以我们以心不取着 心才能归一啊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的境界 我们要更好地学习 佛的境界 提升自己的境界 用佛菩萨 崇高的境界 来克制 自己贪嗔痴 慢 更高 我慢的境界 因为人生上 带有的那些不好的境界 实际上 是很低的 就是自私自利 贪图享受 欲望 憎恨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东西 才能达到佛菩萨的境界